特别有意思的一部很重要的一个新车的发布 我是早上看微博 看朋友圈 才知道全新一代的飞度 在广州的一个商场上面 已经开始了路演 往常的话如此重要的一部新车发布 厂家多数都会郑重其事的去搞一个发布 甚至内部的一个鉴赏会 各种的 然后这个车才会这样发布 但没想到新的飞度就以那种 可能就符合现在地摊的经济 摆地摊的方式 马上就可以第一手就跟他的目标客户 他的工业见面了 两个版本放在现场了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是个Sport版本 就普通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跟海外版最大一个差异 就是这个前脸了 现在这个前脸你觉得好看吗 当然了 这个我相信工程师或者设计师 也经历了很多一个取舍 我们首先被这个飞度全新一代 打动的应该就是他前面那个外形的设计 而在日本的或者是欧洲的版本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鱼叫木嘴 就是那个嘴是木下来的 这样一个设计 就是完全封闭的设计 那种风格显然看起来就 性冷淡风一点 就看起来很斯文 但是目前这个呢 明显就是他在动力方面 或者说他希望形象上面 是没有那么履性化的 蓝性化一点 这个也就是国产版本的飞度 和我们目前看到的海外版本 最大一个差异 我相信这个也是未来主力卖那个版本 因为我们在工信部上面 也已经看到的那个车型的发布 就是这个模样了 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一点点的不一样 我们来侧面看一下 其实新的飞度呢 从厂家的角度来讲呢 它有很多地方 它可以选配去搭配的 不仅这个前点不一样 而前面这个包围这个地方 也是有不同的 在欧版方面 就是斯文那个版本 它没有那么多那些黑色的镀隔 它是简单一点的线条 看起来那个也是稍微斯文一点的 而国内这个版本呢 基本上我看到的 都是用到最用力的一些元素 侧面方面呢 我发现跟之前海外版本公布的照片相比呢 它多了一条测裙 这条测裙是之前的那个海外公布的版本 我都是没有发现的 都没有看到的 所以呢 多了这条测裙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的Sport版本 起码有一个所谓的套件 这个就应该是了 不过有点可惜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外观 我们再走一圈看一下 包括这个后面的那个设计 就是包围 车身的包围 可能跟那个海外发布那个照片 可能有一点版本上面的差异 不过有一点点可惜是现在我们展车这个呢 它用最深色的这个玻璃 我是看不到内饰的 也就是说内饰是还没有公布 新的飞度呢 值得关注的几个点啊 首先我们从外观上面也可以看出一些端移的 它的A柱它现在是分开的一个设计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三角窗啊 所以呢 它在城市道路上面的行驶的话 它现在视野变得非常好 我没做到侦测里面去看 但是我看目前发布的那个照片呢 我对它这个改良 它的那个视野的情况呢 我是抱有很大的一个期待的 另外一个在配置方面呢 这个地方它是挡不了的 看到没有 挡风玻璃上面它有一个摄像头啊 在目前的这边展示的两个版本 它的挡风玻璃 我都有看到这个摄像头 也就是那个HONDA SENSING这套系统呢 应该也配备在飞度上面 之前的话 HONDA SENSING都是配在一个像雅阁 以及级别更高的车型上面 它现在把这套安全装备配到了飞度上面 我觉得在安全上面的这个进步 新飞度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点 好了 另外这个就是叫Costar的一个版本啊 这个版本基本上跟海外版本的那个复远度 可以说是99%了 基本就是一样的 它就是在车身外观方面去加了这些 对了 看起来心有点野 然后我比划了一下 包括悬架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跟普通版本 都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它仅仅是外观上面多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鬼 这个叫行李架 然后又多了这个车身套件 然后轮毂四样去改一下 还有就是前脸 这个造型也改了一下 就是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Costar这个版本 这个前脸呢 比那个Sport版本 运动版本还要更斯文一些 其实这款版本的很多车型 现在特别是中国的一些车企 不管是合资车企 还是国产的车企 都喜欢有一些跨界的元素把它给包装上去 但往往这些跨界的车型都是我们自己的二次开发 你像那个Yaris的那个Costar版本就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飞度不一样 这个Costar版本它也是全球同步的 在第一批海外发布的这个飞度的目录里面呢 就已经有这个车型了 所以这一次广本带来的两款车型呢 在设计上面或者是它车型的一些变种方面呢 的确是做到了全球同步 不过有一点坏消息 就是要告诉大家现在目前明确的一个消息是 第一批车 或者说这个车上市的比较长的一段销售的时间内呢 应该都只是一个1.5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就是原来那个地球梦的那个发动机 会在新车上面去搭载 而大家更受期待这个IMMB的这个混合动力 这套系统呢 目前不会出现在第一批的发布的新车上面 有人说大家不要等了 或者说就买这个1.5那个寥寥无期 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我看到这个车之前几天 那个0派不是刚刚搭载了这个IMMB吗 在0派这种车型也搭载了这个系统 也就意味着本田把这套系统很有可能 会随着这个新飞度上市以后 会看着它那个销量来 如果销量好的话 那可能可以延后一点 如果销量方面不如它理想 或者说大家客户的呼声要高 对这套动力系统是期待的话 我相信以广盆广本的这个反应的速度 可能会很快会追加上去的 我对这个时间应该还是抱一点信心的 如果你还是等这个版本的话 你那些等等档啊 说来了一定买的那群人了 你加把劲吧 哪怕你不买的话 你也可以照顾一下其他车主 起码多一个版本给大家选择 总是好的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